青菜接拌焯水 腊肠切片备用 蒜切薄片 三层肉切片 调腌制猪肉的调味料 倒入猪肉搅拌均匀 腌制10分钟来调个酱油 倒入食用油放入姜段 香菜与青葱 翻炒 生抽 三勺老抽 半勺蚝油 -一勺料酒 少许清水 -二勺 煮开了就能放一旁备用 腌制好的猪肉稍微给它煎个两面金黄 -一看 下油涂抹整个锅的表面 再放入米和水 米和水1比1 我是煮了8分钟 建议大家煮5分钟 因为这样才不会像我一样 把米煮成了饭 因为我们还需要把配料放下去 一起再煮个3到4分钟 把所有的配料都放好 把所有的配料都放好 加粒鸡蛋 啊呀呀 我忘了放我的猪肉了 没事再来 顺道一提 由于我的饭熟了 我怕菇不够熟 在锅盖上撒上油 最小火4分钟 不得不说虽然错漏百出 可是味道还是绝了 摆上我们的菜就能拍照了 撒上刚煮好的酱油 接下来就是男朋友试吃时间 不够胃 加多两勺酱油 我干了你随意 是什么 这是真的 你就是傻呀 这也太好吃啦 还不在你 在被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再來一口 啊 太爽了 啊